這是雙元素 那我們先從紅隊這邊介紹起喔 他們用的是雙元素工程戰士以及遊俠組合喔 首先我們看到工程師 工程師這個Heba他原本是美服玩家喔 近期是轉來了歐服加入Cheese Mode喔 那他用的是來服槍 反應是戰鬥以及厄運 身上用的是霍布雷克符文以及天界項鍊 特性方面是60044 再來看到戰士 戰士用的是大錘長弓 法印是戰鬥能量、厄運、地能 身上用的是霍布雷克符文以及天界項鍊 特性方面是00626 然後是元素 元素用的是法杖 法印是厄運以及能量 身上用的是海盜符文以及天界項鍊 特性方面是00266 再來看到遊俠 遊俠用的是短弓配上劍匕首 法印是空氣、大地、地能以及能量 身上用的是狼群符文跟天界項鍊 特性方面是04640 接下來看到另外一個元素 另外一個元素用的是法杖 法印是戰鬥、厄運 身上用的是力量符文以及天界項鍊 特性方面是00266 好 那我可以先講一下洪對這個職業主題 就是你可以看到他們有一點特殊的是什麼 就是五個人全部用天界項鍊 那其實這個算是一個新的 Meta 也不能說已經是Meta了 不能說已經是Meta了 就是說新的思維、新的思路 就是不帶守護 但是隊伍上五個人都是續戰力 或者是有一定的坦度 然後並且有很有續戰力的職業 因為現在其實歐美服演變至今 很多時候他們在戰術上 他們會選擇先集火 或者是說第一波交戰以後 第一波交戰的時候先集火 比如說對方有死營 或者對方有個人先集火死營 就是死營或工程好了 但是當守護為了保這個死營或工程 開掉他的招式以後 就轉一波打守護 所以守護反而是很容易在 戰鬥中就是可能第二波就變成說 守護承受一個很大的傷害然後死掉 那一旦他們團戰中間沒有守護 等於說他們可能一些續戰力啊 或者是沒有人保那些 比如說盜賊換術 這樣子比較需要人 盜賊換術死營 這樣比較需要人保護的職業的時候 他們團戰就會崩掉 但是像不管是美服還是歐服 其實在這一屆的傳奇飛來講 他們有一個新的思維 就是說可以不帶守護 守護是可以被取代的 然後用這種整隊都非常非常 就是續戰力很好 比如說像紅隊這個組合來講 他們法當元素 然後雙筆手元素 兩個元素一起切水 瞬間血量就直接抬了一大半 然後比如說工程 用個炸資料塔的水區一出來 然後全部人放 放中原機進去 也是一個去抬血量的一個非常好的手段 所以其實我們等一下可以看看 因為在藍隊這邊 他們用的就是一個比較偏傳統的陣型 就是有帶守護的 然後有一個盜賊作為一個遊走 然後元素加上一個工程作為一個症狀傷害 然後戰死這樣 藍隊就是比較偏傳統 我們所認知的一個主流的陣型 那紅隊這邊就是比較特殊的 我們這邊先來再看一次藍隊的加點 他們用的是 守護元素戰士工程以及盜賊 先看到守護 守護用的是垂聚能器法杖 法印是能量、水能、能量、厄運 身上用的是士兵符文以及傳教士的項鍊 特性方面是01661 再看到元素 元素用的是法杖 法印是戰鬥以及厄運 身上用的是力量符文跟天界項鍊 特性方面是00266 再看到戰士 戰士用的是長弓大錘 法印是厄運、能量、戰鬥、智慧 身上用的是霍布雷克符文以及士兵的項鍊 特性方面是00626 接下來看到工程 工程用的是槍盾 法印是能量、地能、身上用的是巴薩者符文 以及狂暴項鍊 特性方面是60062 再來是盜賊 盜賊用的是劍筆短弓 法印是空氣火焰、空氣能量 身上用的是狼群符文以及狂戰士的項鍊 特性方面是20066 我可以出現狼群 ok 那我們就稍等一下 這個半決賽第二場 等下就開始了 那打完這一局之後 就是這一輪BO3之後 會進行一個羊托迷你寵物的抽獎 在這邊 死去 反兩層 反應 反應 呢 所以這個怎麼講 我覺得像主流吧 或者是一個趨勢 我覺得都是會慢慢變化 那就是看玩家的創造力 其實像這一次大陸那邊的TOL 你可以看到很多隊伍其實用的是上一屆 歐美傳奇的思維或者是思路吧 那其實在這一屆 第二屆的這個TOL 歐美這邊其實就有多多少少 有產生的一些變化 那我再講一下這遊俠好了 其實現在這個OF這邊蠻流行這樣子加點的遊俠 也就是說04640然後帶天界項鍊 並且這個擋弓上會是插了一個空氣 就是算是一個混傷的遊俠 那包括像包含像那個之前ESO2v2比賽 有一個這個遊俠加工程的組合喔 他們那支隊伍是在 其實他們有一個五五隊伍 然後是在上一週的預選賽 也是有晉級的 欸有嘛 有晉級到最後的八強 那他們用的也是 就是那個遊俠用的也是類似像這樣的加點 然後另外 另外收到2v2比賽 這一週 就是最近這一次的ESO2v2比賽的冠軍喔 就是紅隊的這個工程以及元素 嗯 就是那個工程以及這個雙匕首元素 然後是擊敗了我剛剛有提到那個 延續拿了好幾隻冠軍的遊俠跟工程那個組合 所以說這兩個人打一個小團應該是非常有默契的 其實那個 等一下喔 欸不是 其實那個 Lady Asura 就是紅隊那個戰士 是Chisemore的隊長 那他以前是玩守護的 所以他們其實不是沒有守護 而是他們的守護就決定 讓這支隊伍沒有守護了 那還在等待的時間 這個 你要不要預測一下哪一堆回憶 預測嗎 身為一個東方人我覺得不要講太多 會干擾整個世界的一個變化 蛤 沒有東方的神秘力量 那不是只有我而已嗎 因為他們有帶遊俠 遊俠是我的man man腳 我帶遊俠在下次改版 即將要統治世界 等一下 現在是發生了什麼事情 怎麼那麼久 好像是 OK我知道了 德溫台有一個主播去尿尿 這可以講的嗎 這是可以講的嗎 看來他回來了 OK那現在 第一場比賽開始了 我們來看一下雙方開場的一個戰士佈局 太不專業了 我們都是被尿尿在旁邊 現在 藍隊的戰士又在被Bug 一直拉 真是還好 紅隊是由工程開家 藍隊則是元素開家 並且一邊是守護上中 一邊是戰士上中 那上面準備要交戰了 這邊看一下 元素剛剛是 用了帶了火焰大鍵 想要一波衝過去 但是是被工程拉了回來 所以 藍隊還是成功的 站下他們的邊點 對 雖然說現在畫面上顯示是 沒事沒事 嗯 不過元素被擠我蠻慘的 所以整波症狀被戰士暈到了 這邊又再被暈刺倒地了 不過 我覺得還好 因為 這一波你看 紅隊壓上 壓向邊點 其實他們 也花了 藍隊 蠻多蠻多的招 看一下 至少工程大招是壓掉 然後 這個元素大招也壓掉 中場的守護有點危險喔 開出了精英技能 直接把F123打出去 但是還是倒地了 旁邊兩個隊友在救 成功的救起來啦 那但是 持續還是被擊火當中這邊 身上還有一個7層 對 並且 還有一個7層的流血喔 嗯 結果還是再被救起來 對 不過 但是 OK 成功把血量抬起來了 利用 地形喔 繞那個柱子 這邊再被定身 而且 藍隊這邊的元素跟 倒水血量都蠻低的喔 元素利用一個閃線直接 上去切了一個水 成功把血量抬高 那 盜賊剛剛 試圖要去 開 紅隊的點 結果被殺在這邊啊 倒在了點外喔 現在 紅隊的工程 是要往藍隊家裡移動當中 不過藍隊是派了兩個人回房啊 所以說他一個人硬衝可能會有點吃虧 但是元素是往終點移動了 那我覺得藍隊這邊中團要崩啊 嗯 藍隊手部已經倒地被終結掉 戰士也倒了 所以說 中場 可能會被 紅隊站下來喔 那邊點我們來看一下那個工程 兩個工程的單挑好了 兩個工程的加點是不太一樣的 一個用來服槍 一個用槍盾 對 一個是這個混傷偏直傷的 那 藍隊的是純症狀的喔 結果 盜賊來攪局啦 這邊工程直接開出了板手的格檔 然後 放下了釘子 切到了一個藥劑槍喔 藥劑槍的5來回血 但是血量仍然是蠻低的 補血快要CD到了 OK交錯補血 但是血量抬不起來啊 這邊持續還是被釘 OK利用一個這個 跳喔 想要跑掉但是又中了一個長弓5 身上有六成的流血 現在往後面丟直手雷 嗯 戰士F1沒有撞到喔 那工程成功來到中場 並也補血CD到了 這工程 這個2v2冠軍非常的會跑喔 那點上的守護有點危險 並且 再過20秒那個 11分半上buff就要出了 那拿到那個buff的話就是 原本 你站了一個點是每兩秒拿到1分嘛 那就會變成每兩秒拿到2分 嗯 現在元素跟盜賊在邊點單挑 但是盜賊的血非常非常少 剛剛交出一個暗影閉護所隱身 然後過來一波 元素剛剛被打得有點痛喔 那這邊是順上了高抬 那盜賊在下面踩一點 但是盜賊的血要抬不起來啊 這邊補血是CD快到了 那我們看一下中間buff的狀況 這邊藍隊人在拿 唉唷最後被斷掉了 差一點點喔 差一點點就被拿到了 那並且 現在 嗯 戰士是要去邊點支援喔 這個藍隊戰士要去紅隊家裡支援這個盜賊 所以說這個元素可能會有一點危險啊 不過盜賊是直接走了 他們就進行一個換位 那中間這個buff的狀況 那 工程師剛剛是釣到了水下 那 在邊點 雙元素 依然在這邊 對打得很久 所以這一個點應該也是要打很久 不過其實 紅隊已經利用終點 拉了 蠻多的分數喔 對 而且他們那個元素支撐得很久喔 支撐到隊友盜 然後反而是這個 藍隊的盜賊血量非常非常低 倒地了 因為其實 Rapidos 這個玩家 就是紅隊的那個法杖元素玩家 他可以算是這個 海盜流法杖元素的創始人啊 嗯 終點現在一個守護在支撐 但是他這邊是1打2喔 已經把無敵交掉了 非常危險 開出了巨能器5的一個格檔 但是看起來是快要支撐不住了 雖然還有一個燃燒在跳 還有流血倒地 你看看嗎 紅隊的隊友有一個掌握點 並且這邊是把他的屍體是弄了下去喔 所以說他們試圖要來開buff 但是又有人過來干擾 不過紅隊是拿下了兩個點了喔 OK 這個藍隊的人是走了 所以可以成功的再開buff 這一波可能 要崩了喔 已經崩了 可以算是已經崩了 因為等一下如果藍隊 因為他們現在還是一個檢驗狀態 那並且如果 比如說這個戰士撐不住的話 然後那個到底撐不住的話 馬上就要8分半啦 如果陷入一個持續檢驗的惡性循環當中 等一下8分半buff再掉 基本上這場就等於說結束了 現在 藍隊仍然是拿不到任何點喔 並且元素血量很低 他雖然說切了一個水 但是血量抬不起來啊 身上還有一個中毒 這邊成功的把症狀消掉 試圖撤離 被一個定身定住很危險 OK 瞬移到了點上 切了一個水 並且現在 紅隊有戰士在等 但是藍隊沒有任何人 現在盜賊才過來 來得及 來得及 OK 這邊斷掉了這個水下的buff 水上 水上被 紅隊給拿到了 這個就非常關鍵 這個讓 藍隊就是 暫時是沒有一個逆轉的辦法 而且紅隊拿下兩個點 變成說他們每兩秒是跳四分的 這個分差會直接非常的 拉得非常快喔 現在 這個 中場 工程師被擊火的有點慘 剛剛被盜賊持續叮 這邊 倒地了 嘗試再終結 那元素在救 但應該救不起來 這邊被插掉 但是 點仍然是紅隊的啊 這個點 還沒辦法開白 就差不多走得遠 那水下戰鬥這邊可以看到是 元素打 戰士 這可能也是要打很久很久才打下來 那中間這邊用了一個拉 把這個元素拉過去了 變點上這工程師血量很低啊 交了一個補血 點是開白了 但是紅隊其實只要有一個點就可以贏了 現在 元素 利用一個迷霧 跑到這個 隊友身邊 兩個人同時 再救 成功的把他拉起來了 並且 水協調也是CD倒了喔 交了一個補血 直接把血量抬滿 那並且 反而是 對方的工程要倒 工程砸了一個大 但是 還是倒地了 守護利用一個被動盾武 再救 成功把他救起來 那旁邊邊點的狀況 則是倒賊跟元素在單調 目前點還沒有被開白 可是 水下的戰鬥 由紅隊的戰士 戰士贏了 贏了 所以變成說 藍隊一定得補人下去啊 對 那現在那個另外 那個藍隊的戰士是補下來了 不過我覺得他來不及耶 欸欸欸 兩個 成功都沒有 沒有中了 欸中了中了 差一點了 OK 但是現在藍隊沒有任何點啊 這也是關鍵 終點也是要被紅隊站下來 那旁邊邊點也是紅隊要贏 所以說 雖然說 BUFF開不到 但是其實紅隊已經是要一個閃點了 結果元素利用一個閃線上點 是沒有讓點被開下來喔 這邊工程師跟元素單挑 這邊工程師跟元素單挑 不過點上 嗯 嘖 這場是已經走遠啦 是在二打一這個工程 工程開出了一個格檔 並且隊友趕過來做支援了 並且紅隊是已經拿下了邊點 神奇而言你會覺得 兩隊實力好像是有一點落差 而且沒有守護其實他們很靈活 就是不像守護一個人的時候 有時候是需要別人幫他把人殺掉 因為他自己是沒有一個殺傷力 對 小空這點其實講得很好 這也是在 歐美隊伍他們現在有個新的體驗 就是說 比如說當你一個點是白的時候 那 對方是用一個職業 不是守護的職業 然後你自己是守護在那邊 耗的時候 在消耗的時候 那你守護肯定殺不了對方的人 那他可能 你守護可能也不會死 但是問題是 你的另外一個點的戰鬥 可能就 因為你們沒有 這邊沒有守護 所以可能會有麻煩 在不管 假設你們隊伍裡面有 比如說像盜賊換術這種 比較需要你守護保護的職業的話 那可能其他點戰鬥就會造一些麻煩 就是說 其實怎麼講呢 就是 有時候 然後 守護反的會 會 讓你的隊伍在輪轉上 在rotator上 會有一些 嘖 比較難調度的地方 那像紅隊他們這種組合 就是說他們每一個人都有一定程度的單挑能力 然後每一個人都有一定程度的1v2 然後撐住的能力 對 所以他們就可以用 快速的輪轉去 不停的去支援 而且他們天界項鍊很噁心 他們 那個 雙元素加上工程 切水 以及那個 治療塔 那個 團隊補血能力 非常的 誇張 OK這邊就稍等一下喔 第二場比賽馬上就要開始 所以你覺得守護是不是也很難 乾脆就不要走村府 我覺得他們其實搭一個大鎚守護不錯 搭一個大鎚守護那個 爆炸終結器搭配那個水區域 也就一堆一個爆炸終結器而已啊 然後又有一堆控場啊 然後 對啊 也可以用天界項鍊 那個 法杖大鎚守護 好 你跟他們建議一下 OK那這邊第二場比賽要開始 我們來看一下雙方開場一個戰術布局 紅隊是有三個人從側門喔 那藍隊其實都是走正門 一邊是工程開架 一邊是元素開架 那現在這個衝遠的組合要遇上了 他們拿了火焰大劍直接上點啊 這樣子這第一波爆發其實是非常噁心的喔 兩把火焰大劍 沒有啦 他們都天界項鍊其實也沒有 那個火焰大劍其實還好沒有很痛 只是說他們這個開局戰術就等於說他們可以利用加點拉分數 但是我覺得那個守護其實真的是被激活的很痛苦 他現在交錯補血 可是他為什麼在補血前不先把症狀消掉 他那個中毒沒有消 所以說 因為他不是你 喔 OK這邊被一個定身 身上還有一個燃燒喔 這邊終於解了症狀 但是又被暈了一下 OK點上放下 法杖五五然後有唱法杖四回血 目前藍隊還沒有任何分數進戰喔 紅隊利用加點是拉了一些分 並且終點這個 藍隊已經要滅了 這不愧是2v2冠軍組合阿 不用啦那在什麼事啦 好啦隨便說說 是那個元素好了 不能因為他們名字很像 OK這邊終點是又補了一個人過來 但是他現在是在被追殺當中阿 所以說也是有點危險喔 盜賊直接交出了暗影庇護所隱身 但是他身上還有一些症狀消不掉 並且他又踩到了毒圈啊 這邊是好不容易把症狀消掉 但是血量也是很殘的 他隊友是倒在點上 這邊他跟工程可能也是沒有什麼辦法打 那並且藍隊的加點 現在這個元素的血量有點低 水協調在C當中 但是可以看到他血量剛剛有隊友在幫忙 所以說就是回的也是蠻快的喔 那現在對方的守護是已經倒地了 這邊 直接把他的屍體要DPA到死喔 那元素也是顯量很低 這邊 嗯 藍隊這一場該不會 要掛蛋阿 不過 也要拿下邊 嗯 應該可 元素在朝這邊走 應該是來得及啦 沒有意外的話 可以 對 OK 現在藍隊終於是站下了他們第一個點喔 元素現在是準備上點 並且戰士也是趕快 所以說他們在這個點是一個2打1 那 紅隊在其他兩個點目前都是優勢喔 所以他們在這個點就是 以兩個人數來拿這個戰士 戰士血量已經有點低了 並且 藍隊在加點的三個人是直接往終點移動喔 打算 想要短暫的多打少嗎 沒有 現在 盜賊是往邊點移動了 他們這樣子只派 但是盜賊過去 來不及阿 他們終點只派兩個人拿不下來的 OK 是可以阻止那個點被紅隊採回來啦 但是 那盜賊一個人撐在點上也是 比較危險一點 結果現在藍隊全部都是往原點走 他們是打算要來直接衝一波圓 沒有 應該不是 應該是說 打算 死守住 這個點 OK 現在工程師是直接上點了 他剛剛被盯得蠻慘的 血量有點低喔 這邊 被個定勝定住 身上有中毒還有燃燒跟流血 準備要倒倒在點旁邊 那 隊友嘗試再救 他可以救起來 OK 成功的把他救起來了 結果 對方壓了一個 炸了一個大 OK 他利用一個視角式 沒有被對方把手舞拉倒 並且 那工程感覺有點危險喔 血量掉得非常快 傷到整波的症狀 炸了一個治療塔 開了一個格擋 還是倒在了點旁邊 守護另一個被動盾舞 嘗試再救 這邊倒地壓制非常的誇張 被擊飛了 OK 兩個隊友嘗試救 欸 結果 目前 是放棄了救援 並且 這個 紅隊的遊俠血量有點低喔 他已經把他通的技能都交掉了 並且大靈還在C當中 不過 藍隊看起來在這個地方要崩掉了 並且終點是盜賊跟元素單挑 今天看到這兩個人單挑 都是這個 就是 紅隊的元素占上風喔 其實 我剛才在上一場的時候也說過 就是 這種法杖元素其實他比較 怎麼講 他比較不怕劍比誰 比較怕比槍誰 嗯 OK 這邊倒賊 剛剛補血實力倒 但是來不及壓 這邊倒地了 所以說 終點也是 要被紅隊拿下來 那邊點這邊 元素是倒地了 但是隊友在往點上衝喔 元素把迷霧交掉了 這邊 蹲下來嘗試再救 但是被一個 盾地給斷掉了 所以說是 放棄救援 就是 持續在點上 防止對方拿下點 並且 遊俠是帶了靈感過來啦 而且工程師血量很低 這邊可能要倒 身上還有五成的流血喔 倒在了點上 隊友嘗試再救 有被動隊伍應該是可以救起來 那現在這個點就是一個 三打二的狀態 不過 分差很大 而且目前 藍隊沒有任何分數進場 看起來應該是可以順利由 紅隊進擊 說不定等一下 今天逆轉 今天逆轉 逆轉的局 還看得不夠多嗎 現在 終點還是有個元素在守喔 所以說 盜賊是選擇 直接去了元 應該是可以把元點 踩白甚至踩下來 不過 元素 試圖要過去喔 他剛剛猶豫了一下 這邊應該是可以讓 敵人 不把點給踩下來 那現在在這一個點的會戰 工程 血很低 這邊倒地了 被彈走 欸 就這個 戰士也倒了 就看哪一邊先把對面擦掉 就是 有 藍隊把對面擦掉 所以說工程就願意跳起來 但是他血量依然沒抬高 這邊很危險 要直接來到高台喔 要直接來到高台喔 並且 紅隊的工程血量也是不太多的 開出一個格擋 但是 被暈到了 又被定身 這邊倒在了點旁邊 可能沒有辦法救喔 這邊嘗試再救 還是被終結掉了 並且 紅隊可能要在這邊滅團了喔 他們 再不撤的話就會全部死在這邊 現在應該撤不掉了 紅隊的遊俠是有個大零拿 他壓了但是他沒死 對 所以說他這邊交了一個補血 不過點是要被藍隊站下來 所以還是先走為妙喔 不過被這個 元素盯到了 目前看起來是跑不掉了 他是 又繞了一下 回到了點上 打算兩個人死在點上嗎 呵呵 點到迅情 OK 遊俠這邊在點上一直用 那個翻滾技能閃躲 但是還是倒在點上 終點是被開白了 不過終點是有兩個紅隊的人 在防守 這是一個二打二 所以目前 也是沒有那麼快可以打下來 盜賊持續利用短攻 在外圍心裡輸出 進場 這元素有點危險 元素卡一個四角 好 那隊友也是沒辦法過來幫他 所以他有可能會倒在這邊 欸不過可以看到他們就是 欸 現在在這個點 藍隊是四個人 欸又一個大喜吧 他救起來了 暴賊居然沒有斷 呵呵 算是一個 失誤啊 變得遊俠也是帶了靈感過來 所以這個 點 暫時還打不完 元素又要再倒 倒在點上 這邊終於被終結掉了 不過分差現在是250分左右 所以 也是蠻 難逆轉的 在這個邊點 現在倒了一個藍隊成員 放下一個暗影庇護所 但是持續有這個手雷 在壓制 所以說也是沒辦法救 欸 就反而是這個 拉了對方的倒著一下 但是反而自己死掉 呵呵 他嘗試再救 成功把他救起來 並且屍體被DP的到死 紅隊的分數已經來到了 400分 這邊三打二 並且有一個是屍體喔 那另外一個點的戰鬥者是 戰士打 元素 這個 戰鬥也是短時間內打不下來喔 那現在 藍隊的元素是復活了 不過 守護是已經 倒地 所以說 這個點看起來也是很難守阿 現在元素身上整排的症狀 欸 他整排症狀 他的那個 解症狀的 感覺有點壓慢了 剛剛有個高層數的流血 那這邊 是勉強存活下來 但是又被一個進場直接帶走 點是被紅隊站下來了 那他們現在只要守住一個點就可以贏 而且中場是被遊俠給開白 而且馬上就要站下來 然後現在 紅隊復活之後 現在是回家裡 有持續在點上支撐 讓藍隊沒有任何分數進場 再點上下隕石 就點上是一個攻城大喔 這邊利用隕石把那個大清掉 這場應該大勢 對 基本上我覺得兩隊在 整體的實力是有一些差距的 那 這個 藍隊是喊出了GG 所以直接結束 整體實力上是有一些差距 不過等一下 就是今天的賽事呢 呃 目前這個 前兩名已經決定了 那他們會 拿到這個歐服 最後八強總錦標的 最後兩張門票 那分別是這個 Cheese Mode 跟這個 Don't be a maybe 按鈕 這裡 我們 看